另外在意外事故发生之后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先来到了台北的台铁应变中心了解情况 指示相关单位全力的抢救 同时在2号的下午抵达了事故的现场 指挥调度相关的抢救工作 泰鲁阁反复意外交通大家长林嘉隆立即赶到现场 运安会也马上立案调查并且搭直升机赶去 设立了一级的灾害应变中心 那我有先到台北车弹的灾变中心指挥跟调度 肇事追究现场是委外进行民隧道工程 疑似没拉手刹车停车不慎 导致车辆滑落撞上列车 撞几点就在第八车的车头 行政院长苏贞昌长叹一口气 台湾史上最惨的台铁翻复意外 总统蔡英文及卫副部长陈世忠 也亲自到台铁灾害应变中心来视察 我们会持续的尽全力的抢救 那么在事故发生以后呢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就成立了 预级灾害应变中心跟前进指挥所 统整所有的抢救的事物 很多网友都说台铁在整起事故中 是受害者第一时间要对厂商求偿 不过产业工会揭露 不仅破地管辖是台铁局的 就连工程的业者也是自家的外包商 专家质疑这一次死伤惨重 可能是因为很多乘客都是买战票 未来可能要评估是否该把战票取消 而后续厘清的肇事原因 恐怕也会牵连到整起事故的赔偿价码 这台北总报道